HELLO 各位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今天叔叔要帶來我們全新的企劃 叫做無腦系列 什麼叫無腦系列 顧名思義 我們會在每一期有關於這集企劃的時候 會推出一支當今版本 插無腦的角色 然後他要符合以下幾點 第一點 他要很好上手 第二點 他要在這個版本裡面有一定的強勢度 就是他不能無腦歸無腦結果完全沒有屁用 你懂我意思嗎 他要能夠威脅敵方 再來是 他的容錯率要高 為什麼容錯率要高 因為我知道各位 有時候可能 就是走路有點可愛可愛 不小心擲鬥 你可能會不小心用臉碳草叢 但是我沒關係 我們今天推薦你這種角色的時候 你去用臉碳草叢 可能你都不會輸 你懂嗎 甚至你學長會覺得 好可愛喔 你怎麼這樣走進去 有點噁心 謝謝 那叔叔呢 這是因為聽到大家觀眾的反應 就是呢 有觀眾反應說 叔叔之前有一些教的東西有點太難了 然後呢 或是有一些角色的技巧 難度有點太高 學不起來 那有沒有比較簡單的 那沒有關係 你只要 如果你今天想要學比較簡單的角色 你就看這種 無腦系列的 超級武儀好上手 因為叔叔知道 畢竟大家就是 你們不像叔叔是遊戲實況主 或是一些什麼職業選手 那 遊戲這種東西做好 或是研究好 酸精角色 那是我們應該要做的本分 也是責任 這樣才對得起我們的觀眾嘛 那各位可能 可能明天還有事情要忙 對不對 沒那麼多 對不對 沒有時間去處理遊戲上面的東西 我今天玩遊戲 我就知道我得到什麼成就感 我還要在那邊跟你學說什麼 Fallon怎麼滑 怎麼滑 他也要怎麼拉打 怎麼拉打 沒有那個美國時間 我們要簡短的 最簡單的一個懶人包吃下去 我就可以贏遊戲的感覺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再開始這次的計畫 首先第一隻 中路有吃到這次Meta的角色 而且 講基本的 他超無腦的 講基本的 他超級無敵 無腦 而且呢 你用這隻角色 你可以非常好來去做 卡點的位置 尤其是現在螢幕上面的 馬甲 記得哦 你一定要帶煉金哦 現在這個版本 中路角色帶煉金 而且馬甲超吃 剛好吃到煉金這個版本 超好用 我等一下我們到底有多無腦 馬上進遊戲畫面 你就知道 OK 首先各位要知道 馬甲的二技能可以一直回血 OK 非常簡單 然後再來就是呢 他的一技能疊成 你有事沒事可以疊一下 就是會增加你的魔攻 講簡單一點就是什麼樣 技能一直亂丟 丟在人家英雄身上 或是那個小兵身上就好了 對他就這麼簡單 然後你不用怕 你要你去玩這隻的時候 你不用怕 你知道嗎 你的二技能打到敵方英雄上面 回血還會加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就是打得非常的兇 我看到人我就會增 OK嗎 然後我們這邊呢 幫隊友拉一下野怪 因為我覺得呢 哦對了 你一定要去做到 中路卡視野的動作 你很常看到有一些職業選手 他們可能在Mindcheck的時候會說 我點到了 我跟喔 我跟 我跟死他了 什麼之類的 那個是什麼意思 他其實就是在講他 對位的那個角色 像我今天是中路位 那我現在跟到的人是誰 敵方的中路位 那我現在就可以一直這樣 來去跟著他 看著他 我一直看著他 我看著他 我看著他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你的隊友就會很放心 因為我現在 你有沒有看到 我一個人直接看三隻 有沒有 我一個人卡在三隻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對面揍我 我還覺得不痛不癢 因為我的二技能可以無情回血 夠不夠無腦 好不好上手 超好上手 他需要技巧嗎 不用 你會放一技能跟二技能 跟大家覺得你到的 要算一下 你知道嗎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看到人二技能 摔他一下 然後呢 你在無形換血之中 怎麼樣 你還會練到筋 太無腦了 OK 我們這邊呢 直接衝上去 然後一技能 哎呀 很可惜 沒關係 我們繼續黏著他 二技能 普攻 看看有沒有機會 沒機會 我們就來去吃魔龍 因為 這裡簡單判斷一下 有時候我們講真的 有時候我們還是要遊戲判斷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邊可以直接開魔龍 因為敵方的什麼 打野剛掛了 很合理 很合理 簡單判斷一下 有時候呢 如果你今天有沒有 我跟你說 男生有時候做一些事情很酷 就是比如說你今天在打遊戲的時候 你簡單摳一下 這邊可以開 然後女生 為什麼可以開 因為 這邊可以開 敵方打野死了 他覺得 他會做這種判斷 他會做這種判斷呢 但是其實以我們行 行來一聽就知道 這基本判斷 但是你知道嗎 今天沒有 因為我知道大部分的玩家 都是S牌以下的玩家 你簡單call一下 學一下我們的行話 有沒有 基本的Mega get到一下 不用到太難 我們基本上get到一下 沒有愛死 你知道嗎 每次跟這個中路打 這個中路可以一次留三個人 怎麼回事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中路始終就是一直保護著他的魔龍路 幫他卡視野 從頭到尾 敵方中路 輔助 打野 就一直被我看著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就一直看著他 然後跟著 好大絕 這個這裡有點可惜 沒關係 普攻 二一技能 再一個普攻 成功帶走敵方 然後呢 這邊就跟著 我不會死啊 我不會死啊 再帶走一隻 然後二技能 普攻普攻 再帶走敵方三個人 這裡再簡單翻譯一下 看一下敵方野區 這時候你就可以跟你的學妹說 這邊可以吃喔 這邊有紅 你可以過來 而且很安全 你可以跟他說 欸 而且很安全 因為敵方 打野 射手 輔助 都死了 然後你再把紅給亂給他 卡 他從頭到尾不用做什麼事 你就一直幫他看著就好了 還是我們今天這個改叫做這個什麼 戀愛系列 然後呢 簡單講一下瑪迦的小 小技巧 小訣竅 就是呢 他算是一種心法啦 你要記得 你今天是一隻無腦角色 你威脅能力很強 而且你還有一個大絕 可以躲敵方的主要關鍵技能 所以你不用怕 你今天只要有這些招式 你就可以往前卡 你有沒有發現我從頭到尾就是一直站在 河道 河道的視野都是我卡著 然後我為什麼我可以站得這麼深 因為我知道我的二技能可以一直回血 我不會死 然後我的一技能可以來去做poke 他無腦 你不要想說 可是這隻角色什麼輸出有點不太夠 當然他不是一隻順傷角色 他不是像出爐的那種 灌一下然後你直接血噴掉 但是呢 你這種持續輸出 其實是慢慢累積起來的 敵方會覺得很煩 而且你可以一直做卡點 一直做卡點 非常的好用 現在排位賽其實基本上 你也很常看到他啦 就是 很無腦 超級無敵無腦 然後你要記得 今天你在踩河道的時候 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盡量拉打 就是前進後退 前進後退 事件輸出教你的 因為你只有一個人 還是不要太調皮 等到你的隊友可能跟在你後面 來的時候 後面就是直接on進去 這樣你看 我又一次看三隻了 你有沒有看到 我然後那邊調皮 調皮 你覺得我要死了沒有 我一直扣著我的大絕 我不會死 然後等一下呢 再利用我們的二技能 輕輕鬆鬆的來去做回血動作 就行了 OK 然後順便跟各位回應一下 我知道我講on的時候 你可能會聽不太懂 什麼叫做 上次有人 那個什麼 YT留言問數什麼叫做on 好像很常聽到有一些 玩家會講說 欸 這個這不可以on 我們可以on進去 on進去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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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一技能二技能又吸一下 看一下他 他覺得壓力好大 我不行了 叔叔我不行了 有人過來了 趕快一技能繳掉 等一下呢 我又有一個大絕 我賣 我賣死 一樣 二技能來去吸血 大絕扣著 除非今天敵方颯枷 想要直接把我們給殺了 OK 慢慢回血就好 你基本上不太需要回家 然後他這邊 對 如果有人衝動就會變這樣 嗯 因為你還有大絕 千萬不要這樣子 我只想要殺馬甲 OK OK 他想轉 他想轉 OK 我們二技能拉一下 其實有開起來了 還是被踩到 沒關係 我們拉到右側邊 因為左邊有隻海鴨 然後二技能記得 現在大絕起來了 大絕開起來 然後二技能回個血 敵方張宇開大 一技能回頭一下 因為我想要把他引誘過來 我不會死 你要記得我不會死 一樣拉一下距離 二技能 哎呀 血又來了起來 又回了1600滴 然後繼續往前追 對 因為敵方沒招了 然後熊貓撞出來 二技能 一技能 普攻普攻普攻 敵方只剩下兩個血 二技能 一技能 然後我血又滿了 然後我大絕又好了 然後再二技能 普攻 一技能 對 我的血 又滿了 好 看敵方空出來了 沒關係 我們大絕 然後二技能 有沒有 血又回來了 然後再一個 最後一次犯 抱歉 我們太衝了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我們這場出裝 有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們出了冰杖 原因是因為呢 敵方除了亥亞斯一隻雷達角以外 其他角色都是什麼 衝牌角 那衝牌角顧名思義 就是他只要第一波衝 沒衝到 他就要被我流死了 對 我是一隻雷達角色 我就可以衝到到尾 一直拉打 OK 敵方衝過來了 對不對 這時候就開始拉打 我現在是有冰杖的喔 我可以卡在最前面 一技能 普攻 而且有沒有 敵方全部人員都要被我追著跑 然後這個不用走了 這個不用走了 我們超級無敵緩 搭配耶娜 成功進行收割 龍就交給隊友 我們來去清兵 因為剛剛路線很明顯 敵方兩隻往下走 敵方兩隻往下走 然後耶娜這邊 直接進去追他 我們就不用管他了 我們就來去吃個龍 等一下呢 這個神淵你不用吃喔 你讓給你學妹 你讓給他的射手位 因為你不會死 你懂我意思嗎 你這個東西你不用吃 你就跟他說 寶貝這個讓給你 然後你來去做支援就好 來這邊看一下 那下方人員到齊 我們直接做一個卡點 有沒有 敵方現在看到我們 就是看他跨得不一樣 因為這個人是不會死 然後我可以一直回血 一直回血 他碰我 他們其實大概也發現了啦 他們跟我換血沒什麼疑 就是他們如果出來跟我換血的話 其實很虧 因為我只要2技能 哪一口 我的血又滿了 來這邊一樣 往前卡 普攻普攻普攻 1技能2技能 然後再一樣 往前卡一下 這裡騎走開了起來 然後沙家 應該是戰績鋒在玩 普攻大絕1技能 大絕普攻 帶走1隻2技能 回一下血1技能 拉打一下普攻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 這個亥犽 應該還有一個大跟清醒 等一下呢 我們那個什麼 40秒會有一朵冰出來 我們按一下2技能 等一下血線會立刻滿出來 OK 冰出來了 然後2技能 按一下 砰有沒有 血線 哇靠 超級無敵誇張 然後再跟大絕 普攻 成功帶走他 結束這一場 趕快去練 多無腦 不需要叔叔說了 畫面自己會判斷 畫面自己會說話 才怪畫面是叔叔自己在說話 你丟搞黑 這句到底是誰講的 好 好 各位 技術總結 很簡單 懶人包 你只要會放1技能 會放2技能 然後2技能記得 是你的回血技能 是你的回血技能 打到英雄會加倍回血 然後呢 因為你只要有2技能 或是大絕的時候 你就可以往前卡 記得這隻角色 可以站深一點 然後呢 在你旁邊沒有人的時候 跟敵方保持一個曖昧的距離 就是可以碰他一下往後拉 當今天你隊友站在你後面的時候 直接碰進去跟他輸贏 你知道嗎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隻角色 記得 多幫隊友卡視野打凶一點 河道視野暫死他 看好敵方的中路打野輔助 你這隻角色絕對可以這樣子做 本期影片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按讚訂閱 下面分享 下一期你們還想看什麼 有關於無腦系列的一些角色 看你們想要看哪一路啦 好不好 叔叔其實心裡面都有一個名單 就是超級無敵好上手 而且對於排位來說 是真的可以來去做實用 就是大家真的有去做實用 不是什麼叔叔我被軟共的那種角色 歡迎下方留言 看你想要看哪一路 我們就現在開始走 那你下次見囉 掰掰 tenant 可以 什麼 可以 видите facilitate